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就是 法国也疯狂 法国的Netflix在巴黎的咖啡店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黎泰院的这个 就是沉浸式的这个游戏的场景 已经被取消 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导播帮我们cue一下 法国在Netflix法国的咖啡店 举行了鱿鱼游戏的体验访 真的是法国也疯狂 巴黎也疯狂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法国的鱿鱼游戏 哎法国的鱿鱼游戏 进来也玩起了这个 我们里面的这个雨伞的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碰堂的鱿鱼游戏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趣呢 其实呢在这个 甚至有人光是排队哦 就是在这个法国 这个鱿鱼游戏的这个咖啡厅呢 排队高达三千多人 而且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吗 法国人在那边玩这个碰堂的游戏 这个画面实在是蛮有趣的 而且他们要玩这个碰堂体验 在咖啡厅玩这个碰堂体验 据说入场就等待了五个小时 然后排队高达三千多人 游戏上线之后 全球的话题真的是不断 而且呢这个他们是在法国的 Nephex在这个巴黎的 亚利三道的这个大道12号 举办了鱿鱼游戏的咖啡厅体验会哦 这个呢为期两天的时间呢 活动除了展出剧中的道具之外呢 还有弹珠甚至可以体验 我们刚刚看到 哎他们大家都爱这个法国人都在体验 这个很火红的碰堂体验 让法国民众趋之落物啊 据说这个现场排队民众表示 哦我已经等了五个小时了 而且据说现场还有人在外面大打出手 开放时间呢 是从他们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7点 没有放式的 没有办法进入的 就没有办法进入的民众 竟然还在门口大肆的抗议 大打出手 然后让人不禁怀疑 哎我们的韩国疫情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李泰院呢 因为疫情的严重呢 所以就取消了 不禁让人怀疑 哎法国的疫情 就是COVID-19消失了吗 这个我们的鱿鱼游戏 竟然让这个法国的 这个三千多名民众 在外面体验这个 碰堂游戏跟鱿鱼游戏 真的是相当的有趣 能够法国的疫情 完全消失了吗 还有还有 现象有哪一些呢 法国 哎 刚刚有人说 安妞组的AV 我不会删 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 好 那个长江后裔 我们可以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小编 EP5247 卖碰堂就发达了 我现在就要教大家 这个 如果台湾 没有这个碰堂的话 要怎么做 好 法国的Netflix 在巴黎一家咖啡店 举行这个 鱿鱼游戏的体验坊 光是排队的 民众达三千多人 就是大家都可以体验 这个碰堂的乐趣 其实呢 这个鱿鱼游戏 碰堂师傅 做法非常的简单 待会会教大家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CG 这个韩国的业者 就推出了 石乘雨时 他就推出了 三眼怪的碰堂DIY组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好可爱哦 这是韩国的业者 推出来的 可以看一下 他们呢 风靡全球的鱿鱼游戏 大家看完了以后呢 从一二三木头人 碰堂的关卡 拔河走玻璃桥 都是在玩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石乘雨时 提供的这个游戏 这在韩国的这个组合 听说在这个网路上面 已经是卖翻了 有没有 大家觉得这个 其实我是觉得 我可能没有办法 我可能会断掉吧 对不过呢 要跟大家讲 这个除了这个 石乘雨时 他们这个韩国的 这个碰堂游戏 有出这个套组之外呢 还有呢 我们要教大家 怎么做碰堂啦 来看一下碰堂的食谱 来步骤一 先在这个钢碗中呢 放入白糖跟水 如果你是台湾的民众 你不会做的话 没有办法做的话呢 所以这个钢碗中 放入白糖跟水 以小火熬煮 并搅拌到琥珀色 然后呢 关火 关火之后呢 哎 要怎么做呢 步骤二 倒入小苏打粉 小苏打粉是非常重要 快速的搅拌均匀 第三个呢 接着就在这个 倒入底盘压平 第四个呢 放入模型 放入模型之后呢 最后取出来 就可以玩咯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的CG图 大家可以看到 先放入这个白糖跟水 以及小火 这个熬煮完成 半自这个 到琥珀色之后呢 就关火 再来呢 就倒入这个 很重要的小苏打粉 快速的这个 搅拌均匀 然后呢 接着倒入呢 压平 放入模型之中 最后呢 哎 就可以完成啦 当然这模型 你可以去设计 各式各样的模型 可以去 应该是 模型店都有买这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可爱的模型 对对对 大家来教大家 这个 这个 碰堂经济呀 买到 卖碰堂了 这真的就 真的是发达了 好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 大家有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鱿鱼游戏呢 登顶输出 这个韩国文化 便当 大家有看到 就是他们有在吃 在那个 就是里面吃这个便当 那个铁便当 也卖到翻掉了 其实大家说 其实韩国满厉害的 就是输出 它的这个文化游戏哦 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的文化输出的力量 真的是满厉害的 包括碰堂 还有甚至在聚集里面 出现这个铁便当 现在在韩国也卖翻了 其实还有哪些东西卖翻呢 像是绿色的这个烧酒瓶 还有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弹珠汽水啊 还有这个布 布障马车所卖的腊草年糕 待会就会出现了 就是这个腊草年糕 还有三洋拉面呢 这些特色的食品 都会成了外国人 体验韩国文化的 最佳代表的东西哦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网友的留言 参赛者都很可怜啊 还真的是满可怜的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要播报高雄火灾的新闻吗 这个我们在这个大 这个主评的话 应该有播报这个新闻 然后 另外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孔流很高大哦 180190真的真的 它真的是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个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其实 游戏有非常多的 这个层面可以探讨 下一集呢 我们就来探讨 就是我们撕开 这个赤裸裸的一面 包括这个 鱿鱼游戏背后的 韩国负载的社会 到底究竟是怎么样 其实它真的是让 我看了 因为我自己研究 韩国的社会 研究了非常多 下一集我们来探讨 这个鱿鱼游戏背后的 韩国的负载社会 鱿鱼游戏背后的 鱿鱼游戏背后的 鱿鱼游戏背后的